弟子规第十三讲以其诚心去化解矛盾,感化他人,国徽斜杠心秋,分享读后心得,美,2020年。 关于与人相处事宜,情商,E,Q,就比智商,I,Q,重要。 所谓情商,即情绪商术,处理和他人相处的能力。 有自动自发,有信用等行为的人就会让人留下好印象,也易于与他人融合相处。 这样的行为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,所以家庭教育就很重要,父母的影响最大。 比如喂食幼儿时要跑全场,要花一两个小时才喂完。 所以无规矩不成方圆,教育孩子一定要让他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,不能放纵孩子。 习惯一养成,长大了要扭转时兜目以成舟,不容易纠正。 亲所恶,仅委屈的要素,有错改之。 父母可以让子女从小培育以养成美好品德与处事的态度,成长后就可轻松地融入社会。 亲所好,不只是父母亲,也包括妻儿等家人,应该多在家中相处相悖,非必要的应酬与娱乐,可免则免,或以善意的谎言给予拒绝。 如此,亲所好,立为惧,达成所愿。 得有伤,以亲修,当道得损伤,会让父母,家人,国家,甚至于民族蒙羞,所以,道德能够不断地提升。 就如孝经所说的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这就是孝之中也。 孟子的重要教会是亲为大与守身为大,即是奉父母,人生第一大事与要守住自己的身体,明洁,绝对不能做出违反道德法律的事情,而让父母难堪。 所以,为人要谨言慎行,不可自取其辱,要让子女从小不爱慕虚荣,要立定人生志向,充实人生,提升道德观念,那就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。 因此,以真诚的心,用宽恕,包容与爱心待人,化解矛盾,感化他人,必然会有完美的成果。 规劝他人纠正错误四不屈,一、存心二、时机三、态度与方法四、耐性。 一、存心,首先的关照自己的存心,一定要有坚定为对方好的心。 二、时机,即规劝的情况,俗语说,扬善于公堂,规过于私事,可以公开称赞别人的优点,行善等佳话。 而规劝时则应该在私底下,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。 对方会觉得你的一番好意,有替他着想而感激你。 三、态度与方法,所谓见不入,越复见,首次未达成,待机行事。 又所谓宜无色,柔无声,这就是一种态度,规劝时要平心静气。 四、耐性,所谓越复见的复就是一而再而三,是很有耐性才行。 论语中有提到君子性而后见,即当对方对你有了很深的信任,在规劝时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二、交流复、兴建访的利贾广告。 每一年都都发现保持。 祭余 shear的情况有 Cristo。